日本皇室的一种特殊语言 日本皇室都得有个翻译,把天皇的贺音翻译成日本普通话给大臣听 当然了日本天皇的贺音,也成了日本天皇推卸责任的方式 日本天皇也算是宣的中国皇室玉成树的真传 中国以前的皇帝,你要怎么样驾驭得了那么多成功呢? 很突出的一个方法就是,说话不能说得满 说的话要让大臣们去猜,要磨能两可,要暧昧 这样才能给自己留足充分的空间 日本天皇其实也是这样的 除了贺音这第一道挡箭牌之外 日本天皇还有第二道挡箭牌就是他的爱语 今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当年日本在二战中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他去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 此日本陷入了两线作战,也点定了日本父王的基础 可是我们以前经常说到底谁是日本二战最终的取册者 很多专家说说日本天皇 只不过,日本天皇经常用各种巧妙的手段 把自己的责任推卸掉了 据最近解密的史料说 东条英姬在水星跟美国开战偷袭珍珠港之前 他一个人是去面见了日本天皇 而且双方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 虽然交流的内容没有任何文字的记录 但是现在的资料解密说 东条英姬回到家里和幕僚聊天的时候说 天皇给了他很大的鼓励 天皇完全同意他的方案 也就是在天皇的鼓励 甚至在天皇的指导之下 东条英姬才做出了偷袭珍珠港袭击美国的决定 那么天皇到底跟东条英姬说了什么呢 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不得而知 可是天皇在以前会议上真的念了一句诗 这一句诗也完全表明了他的心智 天皇念了什么诗呢 诗的内容是 四海之内接兄弟 缘和风雨乱人间 从诗的表层意思上看 似乎这个日份天皇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人 你看四海之内都是兄弟 为什么别的兄弟要来攻击我呀 我是被迫的 我是被逼的呀 可是所有熟悉这段诗 熟悉这段诗了得日本大臣都明白了 天皇下定决心攻击美国了 为什么因为这句诗原创者不是御人天皇 而是明治天皇 明治天皇在决定和俄国打一仗 开始日俄暂定之前 就和他的成功念了这句诗 我们以前的节目讲过 二十世纪的日本就是在一次又一次赌他的国运 在攻击俄国之前 俄罗斯是欧洲大国 日本是亚洲小国 全球没有一个国家认为 日本能打低过俄罗斯 结果明治天皇就念了这首诗 然后开始了对俄的作战 赌赢了这一波国运 让日本的国力不断抬升 所以当几十年之后 运人天皇跟他的成功念这首诗的时候 所有日本大臣都明白了 这是又一次赌国运的开始 他们既然当年能够战胜不可一世的俄罗斯 二战的时候 又如何不能战胜世界排名 第一的美国呢 所以 运人天皇根本不用明确的说 去打美国 我们能战胜美国 他就用这一首诗 就把他的心志完完全全的告诉给了日本的大臣们 而当然了当二战结束之后 当美军准备要审判日本天皇的时候 天皇又可以站出来说 哎呀 我讲的都是贺音了 大臣听不懂是翻译翻错了 甚至天皇可以说 你看 没看到珍珠港之前 我念的这句诗诗 四海之内接兄弟 我跟美国是兄弟之邦 我根本没有想去打美国 这都是大臣们误解了我的意思 于是就在他的多方便解之下 就给美军找了台阶 就放掉了这个二战的罪魁祸首 每个人知不知道 我不能觉得是有限的 还没有认为 与法权的罪魁祸首 给美军的覆敞 是什么 所以我用这种 对我从没有认识 我用这种故事 不就是 你一口